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淘尽,英雄 大家好,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 彩虹还是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闲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第一把的话我们是二号位的大反贼 主攻选择的是我们的二次元元坛元上 我们主视角玩家这边的话 其实二号位如果想要果断出击的话 就可以选择离魂貂蝉 因为有貂蝉的选招框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可以选 直接换成我们的离魂貂蝉 而且离魂貂蝉对于二次元这种比较吃手牌类型的主攻的话 是特别有用的 特别是包括以前我们像在这个常见的孙权主攻局 因为以前是没有借孙权的 常见的这个孙权的主攻局的话 这个禁号位的这个离魂貂蝉 他就特别就偏反 再加上我们主视角玩家 起手就有固定刀和杀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二次元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应该是一个囊中之物了 想要去捅他的那个 这个flower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二次元的话是比较怂 拿了一匹加一马 也不能算怂吧 因为他拿加一马 或者说他拿装备 他能过到更多的牌 他能过到更多的牌 当然这个主要应该还是以过牌为主 然后这边的话 那我们由于肯定是要去拿二次元 圆堂圆上的手牌的 所以说我们该出杀的时候出杀 因为我们已经经不及再卖了 因为这个圆堂圆上一旦手牌 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 他想要来收拾我们应该是一无反掌的 好然后他这边的话 防止我们离魂 把手里的九头全都弃了 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气白银狮子 对你这个二次元发动离魂啊 看他手里有什么好牌啊 手里的杀还是有的 但是缺的一张火杀 那我们刚刚好啊是不是 我从神里布那里摸到来 正好是一张这个火杀啊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一个火工 先把无限收了啊 无论是无限是反贼还是忠诚啊 对于我来说啊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 举动啊因为他如果是反贼的话 我们就可以收人头牌 那他如果是忠诚 我们打掉一员 这个祖宗方的一员强力大将 也是不错的选择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 本身我们只有一张火杀啊 但是我们收了这个无限之后 又来了一张火杀啊 所以说二次元天命难为 你该还是要这个死到我们的手里啊 那么我们也是直接聊到一张火杀 这个直接报局啊 也没有必要去乐不次数去乐他了 那么如果 他被他的这个忠诚或者说内奸被捞起来啊 那么你再去乐他啊 也一样的 当然现在这种情况下 先乐和后乐其实没什么区别了啊 好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就火杀菊花的这个啊 这个直接就完成了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一波翻面的话啊 应该是哪怕我们被主中方收了啊 我们的价值或者我们的贡献已经做了出来了啊 那那么这边的话 吕布直接一个贴手连环一个雷沙下去 应该是直接是结束了 因为刚刚求逃是求到贾许那边了啊 我们贾许除非再有逃 否则的话应该是就是我们赢啊 好那么我们第一把赢了 为后面的几局播一个好抬头 那么我们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二把录像啊 好的第二把的话 我们是六号位的大内奸 主攻选择的是我们的借张角啊 好那么主视角玩家这边换来换去 嗯想选沙漠科或者说张让都可以啊 其实哦这个是个张教组的主动局啊 如果不是张教组的主动局的话 内奸的话其实选元帅也是可以的啊 好那么我们主视角玩家换了一波又一波啊 最终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个 呃李爵啊李爵啊不是李鹤啊不是李爵 这个好像是个文和乱武的皮肤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这个 这边先辅的目标不是谁啊不知道是谁 那么他如果是选辅主攻的话是如虎添翼的 如果是选择辅反贼的话 这个也是不错的选择的啊 因为看得出来如果像场上像孙权啊马超啊 啊还有这个五号位的藏啊 这个是直接可以把它标凡的啊 包括这个七号位的马超啊 包括八号位的小乔都可以直接给他标凡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孙权倒是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呃起手顺了一个张教主张教主不让顺 直接打出反无限 然后呃孙权一波大之痕啊 这是一个标孙权啊 孙权一波大之痕又摸到了一张孙手剑阳啊 你刚刚不让我摸那么这次让我摸啊 那么这次让我摸啊 那么这次让我摸的代价就是出了杀之后 张教主要雷你两滴血啊 这边的话呃孙权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呃场上的话目前只是孙侧跳 呃不是孙侧啊孙权是一个呃明着的反贼是不是 那么剩下的呃三位其实反贼属性都比较高啊 特别是五号位的藏和这个七号位的马超啊 那么小乔的话有内奸的协议 但是由于我们这把是内奸啊 所以说小乔他不可能是内奸啊 应该场上的身份他就是这样子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呃孙权旁击是强开万剑齐发啊 他刚刚他应该开万剑的时候 应该要C给张教主一张闪的啊 是要黄电C一张啊 但是从开这个万剑的这个举动啊来说 他跳的是一个忠诚的身份啊 好那这样子的话呃 嗯张教主配合万剑齐发雷击在那个啥是不是 这个郭土旁击的这个万剑齐发啊 打的是相当有水平啊 我们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啊 这个刚刚孙权已经是求逃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孙权的呃一个闪下去的话 郭土旁击是有冠师府的啊 郭土旁击是有冠师府的 那这样子的话孙权的小命就难保喽啊 那么如果我们这边想要出逃去救一下孙权的话啊 那么我们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但是我们是内奸 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跳反贼的身份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有利的 因为这个孙权他是一个忠诚啊 他既然是忠诚的话 再加上他和主公捆绑在一起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利的事情 而且我们也是不喜欢看见孙权他跳忠诚啊 他哪怕跳反贼我们也比较喜欢 但是他跳忠诚啊 跟张教主这个狼狈为奸在一起的话 我们是真的是不喜欢啊 好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选择狼席先打锅旁 先打锅旁 因为如果现在打这个细致财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不怎么有利的啊 因为这个张教主和细致财的手牌都比较充裕 而且状态也是比较满啊 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细致财打残的话啊 这个像主公啊 或者说张教主应该是要选择来打我们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借助这一个方天化级一杀三啊 先把忠诚郭庞和反贼藏收了啊 那我们把自己这个内奸的身份表明了啊 我们这个举动其实已经表明了我们是内奸了啊 那接下来的话啊 这个反贼方你应该要明白了吧是不是啊 那么马超这边的话选择先杀锡族财 而不是去打张教主啊 为什么 因为你去打张教主 张教主确实会掉血 但是锡族财依旧会发动这个仇测啊 所以说马超他这个举动对于内奸来说啊 我们是非常喜欢这种举动的啊 而不是去死结巴列的就是直接打张教主啊 那么所以说马超这边我要给他点个赞啊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啊 直接一个狼席直接可以打张教主了啊 无论说打一滴血还是打两滴血 只要如果能把锡族财打死啊 我们这个举动就非常好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直接一个杀下去 锡族财这边一个啊 张教主一个桃子啊 直接一个桃子把锡族财捞了回来 然后把马超的杖八给卸了啊 我们看一下马超这边 他哪怕有一张杀啊 我刚刚说哪怕有一张杀 锡族财应该死了 但是他这个铁技关键时候给判了一个桃子 被张教主收了上去 那锡族财这边虽然是死不掉 但是又多磨了一轮啊 感觉就有一点点难受啊 真的是有一点点难受啊 好那么我们开始看一下这边的话 张教主和锡族财要行动了啊 嗯尽量去打压小乔的手牌 或者去打压一下小乔的状态啊 好雷 攻 助尼 然后应该是选择去雷 马超 然后小乔这边的话淘一个啊 把这个小啊 把马超先捞了回来 然后我们这边继续狼席啊 好那么这次狼席把这个张教主打掉两滴血 那锡族财啊也是成功嗯收走啊 那么他收走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比较喜欢了啊 好然后嗯把锡族财打死 然后收掉马超 然后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行为 就是要去打小乔了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直接一个南蛮入侵 发动议算再一次南蛮入侵 打压小乔和张教主的血线 然后成功收掉小乔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 哪怕我们李玲两次我们也不用怕了啊 哪怕我们两轮打张教主一滴血啊 我们也是赚的 那么我们这一把主持角玩家的李爵的狼席 那就是真正的是弹无虚发啊 没有一次是李玲啊 我哪怕打一滴血绝对也是赚的啊 所以说嗯这个别人家的李爵他他就是强啊 你自己家的李爵你把把都是这个 都是扣灵滴血啊就是李玲啊就是李玲啊就是 李玲就是狼啊杨席啊就是李玲啊 嗯我记得好像我看昆姐直播啊 他好像选李爵啊就把把都是李玲啊 玩的玩的他这个武将都都自闭了都自闭了啊 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录像啊 最后一把的话主持角玩家八号位大反贼 我们先看主公选选择什么 好主公选择的是这个常规的主流主公曹丕啊 好那么我们主持角玩家这边的话选择的是我们的马参军马素啊 兵法暗熟于心去胜千里之外啊 这个马苏的话也是改版了啊 嗯 散摇的话是可以去这张牌对体力值最大杠手牌最多的角色造成一点伤害 然后纳蛮的话改为了可以从这个区域内啊 也就是说原本我们只能获得装备区啊就是装备区和判定区吧 好像是这两个曲现在的话变成齐驱的话就手牌去也可以拿啊 好然后曹丕装上寒冰剑骑手开万剑骑发这一波的话 场上的身份的话其实呃怎么飙呢啊 二号位的瞬间会比较偏反一点啊 呃四号位的神舟鱼会比较偏忠诚一点啊 因为毕竟神舟鱼他有这个当忠存的这个能力的啊 那么像诸葛果啊啊 诸葛果应该就是会比较偏反的一点啊 包括这个恶龙诺格亮啊这个火猪狗也是啊 好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直接主持人玩家打出无懈可击啊 并不想出这张闪 因为毕竟作为呃八号位的这个位置啊 该怂的时候还是要怂一下 因为毕竟前置号位有七个人呢啊 所以说这张闪的价值还是要比那张无懈的价值要要要贵一点的 因为万一有什么九杀之类的啊 我们这个闪还能防一下啊 乐不四属如果我们保持在三学的这种情况下 乐不四属被乐中了我们也不用也不怕啊 好然后孙坚这边的话是扣了两滴血之后是直接是也是没有 扣了一滴血啊扣了一滴血他是没动啊 没有对任何人发动阴魂 没有对主攻发动阴魂 摸一丢一也没有对场上其他人啊 比如说孙坚这个举动的话 虽然他比较偏反 但是他这个举动还是比较像内奸的啊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火猪狗这边啊 火猪狗这边的话是 借曹皮的刀砍孙坚 然后他砍孙坚啊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 神舟这边的话啊是直接开出小叶炎收 这个是这个是离间貂产啊 就是这个是个雕貂产啊 神舟的话直接开出叶炎把神舟啊 把貂产收了 掉了诸葛果和陆逊各一滴血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楼神是直接贴手连环 连了小舟和孙坚啊 连的是两个呃这个比较 场上跳忠诚的这个身份啊 好小舟小舟这边啊啊小鹿啊 我们的这个楼神这边跳的是反对啊 好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兵法汉如鱼心取胜千里之外啊 手牌刚刚草呃这个曹皮最多啊 所以说我们是直接呃这个散摇曹皮 那么如果还还要发动一次散摇的话 还是可以对曹皮 因为曹皮现在是场上这个手牌数啊 也就是说在刚刚的时候 手牌数和这个体力值最多的啊 小舟那边已经扣了一滴血啊 然后曹皮是满血的四血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曹皮直接一个货 拆下把我们的桃子拆了 然后挂上诸葛连弩 杀一杀二杀三 我们闪了两下啊 掉了一滴血啊 以无魂魄 保佑无二之积业啊 不诛此贼三足 则无死不明目啊 呃 孙坚这边的话选择对小鹿 发动摸一丢二啊 也是没有给曹皮补牌 这样的话其实他这个举动 还是比较像内奸的啊 因为孙坚他当他只能当反对啊 他当忠诚的话 特别是在曹皮主公局当忠诚 还是比较弱的啊 他当在曹皮主公局当内奸的话 我还是比较信的啊 因为这个他本身的能力 还是以掉血为主嘛 是不是啊 然后看一下小舟这边的话 挂上万石斧一刀杀我们啊 然后我们这边就变成了一滴血 然后呃楼神这边的话啊 诸葛果到底跟陆迅在配合啊 吃之淡然得之坦人啊 应该是要把小舟的斧子要卸了啊 好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小这个楼神给我们补了一张沙进去啊 补了一张沙上来 然后我们看看 诶 这两张南麦入侵应该是要我 要给我们翻盘的机会了啊 因为这个我们看南麦入侵 曹皮除非是真有啥 不然的话他应该会选择卖 那么他一旦选择卖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他的牌先拿过来啊 那么我们先把他的手牌拿了过来 然后第二张南麦入侵下去的话 曹皮裸奔的状态他是必卖无疑啊 那么他必卖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他的阿柯拿过来啊 那么掉这个孙坚的血啊 掉孙坚的血 孙坚是个反贼啊 这个反贼的话我感觉有点点这个 这个啥了啊 他完完全全可以去掉这个曹皮的手牌 或者去掉一些其他动场 加上其实场上这个憨憨比较多啊 这个跳的身份其实都比较模糊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通过两张南麦入侵 我们已经把AK啊 曹皮的AK和这把虎丁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啊 哪个人身上哪路过来的啊 那么我们通过九局一个AK 直接带走这个曹皮啊 那么内阶是这个日亮啊 这个身间啊 其实我还是比较 怀疑他是这个反贼的 但是他那个举动 真的挺让人这个琢磨不透的啊 因为他要不就是反贼 要不就是内奸啊 他在曹皮的主公局 他是当不了忠诚的啊 好的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青山不改 玉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